一剑就能停止广场舞扰民 我们把这个神器买来试了试 说起广场舞 大家都不卧生 就像西方不能失去一路撒冷 大妈也不能没有广场舞 无论春夏秋冬 从小区楼下到广场公园 每天晚上都会集结着各路大妈 伴着村口小麦不放了 十年的音乐翩翩起舞 锻炼吗 值得提唱 但总有人巴布的把音乐声拉得很大 大伙儿原本上一天班够累了 回家还要忍受噪音的折磨 那心力比一万个蜈蚣爬过去还难受 文章不仅有理有具地分析原理 甚至最后还贴了某宝链接 或难不成国外网友也有类似的困扰 试超找到这个 神器详情页 发现大概意思就用这玩意对着大妈的音响一按 音响立马就会没声 多放一句都不可能 不光是伪装成手电捧殴 这玩意打开后 只能通过手机摄像头 才能看到前面一闪一闪的紫光 话不多说 开测 但因为他的身姿过于妖娆 试超实在顶不住了 所以不一会就把干扰神器掏出来 对着音响一按 但我们测试时 周围的蓝牙耳机和音响并没有受到干扰 你就算指着他们的脑袋 蓝牙也不会崩 而且 法律是不允许擅自使用信号干扰器的 在使用干扰器后 试超发现音响会从蓝牙模式被切换到欧模式 来回切换三侧后就关机了 但它容易被滥用 不排除一些人因为个人情绪觉得这样做很爽 即使广场舞没有到扰民的程度 也会去干扰音响 影响别人正常活动 所以只要定向声音设备 是把超声波和音乐混合成高频率的调制音波 然后调整好方向输入进人耳